今天兩個假新娘就在CH wedding 然後呢我們找設計師來跟我們講一下今年的新娘趨勢 就是讓你成為最...最亂 最什麼 最亂最沒新娘 字幕提供 耳黃色 粉紫色嗎 我們那麼黃 我們這黃種人還穿耳黃色 不行啦 好吧來 球鞋 不是我很快點 今年白鯊 一度 結婚的時候才能穿紅色 就是一些有美的顏色 當然就不用了啦 那個穿著都紅 不行 不行 不投殺 殺一下好了 想要投殺 對 殺一下 可是大S節目的時候他就是刮到 他就是那個把他頭都包起來 裹大把他那個 你可以放後面啊 或者不要害到你 就對 長投殺 短 短是多短啊這樣 像書生這樣 小禮貌 書生短 靠心靈 行… 像課本一樣 實裝 家常女生那個要平拿 每天都不放啦 走不完 走不完 會害人 你知道嗎 感覺吃完兩桌菜 就居然還沒走啊 還在那邊 那個不行啊 好今天我們那個找到設計師就是 Lyn還有那個Jen 嗨 嗨 今天想要問你們就是在2017年就是婚紗有沒有什麼樣的趨勢 就新娘就是比較喜歡什麼或是流行趨勢是什麼 在2017年有一個上升的地方有很重要的趨勢就是卡肩的效果 或者是深V 那種V不是這樣子 V是開到很深的深V 很辣那一種 怎麼啦 然後卡肩的話會受歡迎是因為他有修飾手臂的效果 所以肉肉的手臂可以修飾掉 所以卡肩很適合每一種身型的人 喔所以就是不知道穿什麼就穿卡肩就對了 對 那下身呢 下身的話其實今年重點放在兩個 一個是魚尾的線條 魚尾包臀 然後蕾絲透霧的設計 然後是透霧的材質 然後再來是A-Line 那A-Line的話是講求一個自然的蓬度 今年重點不會放在工作 是一個講求自然的蓬度 然後營造一個清新的味道 那現在有沒有就是那種準心來一進來 就說我就是要成為哪種明星的那種信仰的款式 就手機一開跟明星 他說我就是要成為這樣 指定款 對對指定款 最近蠻好聽到那個柳獅獅還有那個 柳獅獅 他那個蠻美的 蔡詩雲 兩種上全部一樣的風格 都美一個蠟的 有時的話他走一個是清新小氣質那種風格 很多人喜歡那種感覺 那蔡詩雲就是羊派 大落特漏 然後類似天花這樣子 對一路漏到 從腰漏到腳這樣 沒那麼多 就這樣展現身材 那明媛呢 明媛的話大概就是林木爺跟管影 對 那管影那一件的話 他是展現一種微性感的味道 然後他展現了就是臀部腿部腰部的線 他整個魚尾呈現的味道是清透薄紗飄逸的感覺 那林木爺那一套 林木爺那一套就是氣勢的魚尾 因為他的魚尾是很包臀 但是底下有用很多層的紗 去堆疊出他的魚尾的線 有沒有什麼一句話 要送我們主人新娘 一些真心話 相信門士小姐 這很重要 必須 必須相信 不然咧 其實像新娘子 他們其實一大部分都會在意 親友團的見譯 到底是這一次的見譯 但是其實真正最了解 哪一個款式 適合你的身形 你的氣質 不是不是也是小姐 因為門士小姐每天都在看 各種不同身形 戲劇的穿各種不同的 所以他其實是最專業的 對他最專業 然後最知道的 哪一件款式最新的 你有沒有建議就是帶姐妹套 要大概帶幾個以內來 其實我有帶兩個就夠了 兩個就夠 專心的對 上哪頭啦 好狠 好可怕 因為有時候 每個人喜好不同 有沒有人會帶 就像現場這樣 就像過滿的那種 有有有 大家拿號碼才進來 因為親友團的意見有時候太多 反而新娘子他自己 他會害怕說出最真實的想法 或是他有時候 反而就是其他意見 蓋到他心中最想要的人 親友會把自己想要 泡在新娘身上 喔 對 對 相願新娘 當年沒做到 這今年 對 當年沒漏到 懷孕了 親友團的私心 最後給新娘真心 就是如果要結婚的話 可以提早減肥 大概多久呢 大概在半年前就可以開始做 漸進式的 有點久 有點久 漸進式 比較健康 因為通常就是新娘 很多新娘 看到很多新娘 當後期的時候 因為他們減少 所以他們會暴瘦 然後暴瘦的狀況就會很多 所以暴瘦的情況就最好的很好 所以建定是以健康的保持來健康 所以從我就是半年前 然後到我就是穿到禮服的時候 就是一套禮服 平均新娘的一個人 他們都會改成是 大概三次左右 三次 有點差不多吧 差不多 結構對不對 我最討厭婚禮 新郎新娘長天兒講 那蠻煩的 我看了會超氣 我想說他就是不好意思拒絕 就是那個婚禮就跟他們講說 欸我們有梯子喔 你要不要搭 然後他們說 啊好 然後他們就從天而講 相怨的新婚主婦 對對對 就覺得不合理 就是剛看他們成長的畫面 覺得很浪漫 然後突然看到他們 從天而就有點醒過來 我覺得他一個也很煩 就是很吵很吵的主持人 對 大家來主要來 我們的相台 來一起舉杯 一起把那個杯子舉起來 對就看大家都超尷尬 就覺得超吵這樣 對 然後一直在音場會破音 他怕那種 很像康樂鼓掌的那種主持人 對 還有很像桑梨的主持人 哈哈 把把把把把把把 把我們養成蛋了 就蠻煩的 好了啦 來就看大家那邊這樣 對 很尷尬的 我想要就是那種 就是時髦安靜的婚禮 對那種 對 大家就是 他只要就是婚禮主持人 他就是提醒我們現在該做什麼 現在跟大家就是一起舉杯 對 然後我們一起慶祝今天 讓大家都一起慶祝 就是安安靜靜 阿菲的小婚禮 哈哈哈哈 很可愛又很浪漫 必須要有個小婚禮 然後還有 啊 簡單愛 喔 真的假的 我自己要放Beyond Faye的歌 哈哈 要放那個黑龍然後就要想 然後跟妳講一種問題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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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們都還要就是放新歌而已 所以已經只是在跟大家一起 對 對好像可以 對 後續有人說 就是妳如果妳想要怎樣說 妳想要婚禮就是妳人生中 很挺進的期間一天 對 我超冷靜的 因為我就是覺得 OK 公正一下就好了 然後妳就說 不准公正 要辦婚禮 不可以 我要參加 我給妳看我手機有本相簿 對 原來我就是打開那個 有一份 妳就是和夢幻的人 有一點的粉紅泡泡 然後妳就是在那邊煩說 喔我就是婚禮想要穿這個樣子 我跟妳說 賀卡就是要長這樣 而婚禮就好reference 就是 我到時候都可以直接發包 等我要決定要結婚的時候 直接發包 然後就因為妳這樣講 我才覺得 喔好像婚禮好像要弄一下 一起做的美食 但我現在還是覺得 就簡單就好 就是大家來 然後喝很醉 然後就可以回家 喝很醉 有我想要喝很醉喔 那如果妳看我穿會三日圖嗎 妳應該會 我會 妳就會這樣 就這樣 然後我就很尷尬 就這樣 好了啦 很多人看 我覺得我應該不會哭 妳看我穿妳不會哭 很緊張 好 好啦 掰掰囉 盲測單元 拜 結束 真是 好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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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